儲存简報 powerpoint的檔案是.pptx 做完以後呢 我們點哪一個?檔案 對不對 那點左上角瓷片這個鈕就可以 現在同學大概沒看過瓷片 就可以存檔 那也可以點選哪一個? 檔案 這時候再點選 另存新檔 就可以儲存另外一個檔案名稱 再來點選瀏覽 那譬如說放在這裡 台灣看見台灣OK 對不對 這時候呢再來點選 點儲存 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儲存播放檔 一樣是兼點選檔案 然後再點選 匯出 匯出這裡呢 再來點選哪一個呢? 好 變更檔案類型 那這裡呢 我們剛剛的儲存檔案是簡報 這時候點選播放檔 播放檔是做什麼呢? 人家只要打開這個檔案就開始播了 如果儲存的簡報檔 就開啟powerpoint 那儲存這兩個檔案 我們從去可以試試看 好 這時候點選播放檔的類別 再點選 另存新檔 這時候呢 就看到opowerpoint的播放檔 對不對? 好 那一樣給它一個名稱 再按儲存 這樣就結束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儲存視訊檔 我們點選檔案 再來選匯出 建立視訊 那建立視訊要做什麼呢? 現在YouTube非常非常的火紅 對不對? 你做完的簡報 如果希望能夠在YouTube跟別人分享呢 你就把它轉成視訊檔 那預設每一張投影片是5秒會做切換 那這裡看一下 這裡有品質喔 點選箭頭的時候呢 數字越大 品質越好 所以預設我們就不改了 接下來再點選建立視訊 這樣就可以開始的 就完成了影片檔一個製作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投影片放映 當你在播放的時候呢 如果簡報做完了 有儲存了 就請你點選哪一個 這邊投影片放映 你可以點這一顆 從第一頁開始播 或者我們移到什麼 最上面點第一頁再來點 最常使用是這一顆啦 投影片放映的這個部幕 就像教室的投影機 點完就可以開始做播放 按Enter就可以跳下一頁 那如果要結束呢 按ESC 那這請同學試試看吧